大家好 欢迎回来阿华厨房 今天阿华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冬瓜的做法 就是我们这里的材料非常简单 有腌好的牛肉 两个鸡蛋 然后这里有些粉丝 然后这边有少少浸开的瑶柱和虾米 这个葱花是最后才放的 这个滚汤是非常快脆又容易 而且是非常清淡健康的 我们现在首先要把冬瓜去皮和切片 通常如果我们做这些菜式 做不是老火汤的就是这样滚汤的时候 切薄片就容易熟一点 我切这个片就厚薄适中 因为太薄的话又容易一下就融掉了冬瓜 要有些口感的 按薄 我们烧红一只锅 加少少油 然后加少少蒜蓉 起锅 爆香蒜蓉 还有我会加少少姜丝 因为冬瓜是偏寒凉的 这样我加少少姜丝 就会中和它的韩性 然后我们浸很多的虾米和瑶柱 都放在一起 拌一拌它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都 将一些切片的冬瓜 洗净净干水 放在一起拌 这个冬瓜的煮法是非常甜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煮法 即是好像单调少少的话 可以加一些米粉 加一些粉丝 差不多熟的时候加下去 口感又丰富很多 而且又可以饱吐一点 我们炒了一会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加一些水 这个水也不需要加太多 因为冬瓜它都会出水 这样这个水位到差不多 都可以的了 我们盖盖 煮滚它 现在它就滚了 看到是不是有些水又多一点 我们转小火炆它一会 让它那些瓜 就完全透明的颜色 再加其他料 这个时候看到它的冬瓜 全部都透明 软身了 其实它这个菜 就是很容易熟的 你不要以为它 冬瓜那么硬 其实它就很容易淋 我们将这些牛肉 就放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些粉丝 放在一起了 让它吸一吸 这些水和这个味道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放一点点味 加一点点盐 这个汤呢 基本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还要加些鸡蛋 其他东西的 让它滚一滚 先吸一吸味 这样 这样最后我们就 淋一些蛋浆上去 这个汤其实非常之健康的 有高蛋白质 有高铁质 因为牛肉很滑 而且牛肉的铁质 是非常之高的 那最后又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当然加一些 葱花上去 我们比较喜欢葱花 葱白最好 那个味道更加之正 然后呢 再加一些麻油 再调味道 那就很棒了 这一锅汤就做好了 可以吃了 这个这么正的冬瓜粉丝 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点赞和订阅阿华国频道 多谢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